这份电子版的天使会成长方案协议是2021年5月14号 刘先生的妻子跟杭州卓优文化有限公司前的 培训费用21万 课程包括营地课和周末课两类 有效期18个月 协议中没有约定课程的具体数量 机构地址在杭州东方茂商业中心二状7楼 刘先生说 签约地点在前堂区一家酒店 当时杭州卓优文化在那办推荐会 几位工作人员自称是光和青春杭州拱树校区的 孩子比较叛逆 然后呢就是我们说话他比较顶嘴 然后也不知道学习上面也比较辣嘛 21年的时候孩子是多大 上初爱 安人是怎么想到去找到这个机构 他从网上然后查阅了这个光和青春 然后就针对有这个心理辅导 对孩子心理辅导成长 然后能改变孩子就是积极性啊 然后这个学习态度啊 然后我们就去了 刘先生说 夫妻俩支付21万之后 儿子去参加了两次心理辅导课程 就不想再去了 一个去了敦煌 一个去了西藏版纳 一般旅游啊 一般做游戏吧 就这样子的 有没有一些心理输导 心理输导有的 这个需要你们家长 我不需要的 去完这两次以后啊 你感觉孩子的状态 包括孩子和你的夫妻俩相处的这个状态 有没有改善 没有多大改善 刘先生告诉记者 从去年到今年 他多次找到杭州东方茂商业中心二壮 也就是光和青春杭州拱树校区 希望校区负责人能退款剩余的培训费 我是先找他理论 然后说小孩子不愿意上课 叫他把钱退了 他说这个章要 北京总共是在北京 要把这个就是确认函要发到北京 然后盖了工章 然后再下来 然后你们如果愿等 就等不愿等 你们就走法律程序 刘先生说 照片里这份客户退款确认单 是7月2号收到的 单字中提到 学费剩余退款金额为 10万0288.29元 将退到刘先生的银行账户 但没有列出具体的退款实现 这份客户退款确认单上 盖着北京卓裕英才文化有限公司的章 刘先生解释 北京卓裕英才文化 就是光和青春的总公司 那么这笔钱到现在为止退给您了吗 没有电话都没有 联系人都没有 然后我看当时您爱人去签约的时候 有一对对机的老师钱了 对对 钱老师现在还在公司吗 不在公司 他说你一直的 找到杭州东方茂商业中心二状七楼 几间办公室关着门 通过玻璃门往里看 前台的墙壁上 有人爱之道几个字 在楼层名牌上 这几间办公室属于杭州 人爱之道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记者用刘先生的手机 给原来的光和青春杭州拱树校区负责人 打了微信电话 对方表示不想接受电话采访 但他可以向记者确认 人爱之道是一家新公司在经营 跟光和青春这个品牌没有关系 自己和不少老同事都在这家新公司工作 公开信息显示 杭州人爱之道的股东之一 是北京卓德制成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而这家企业的股东包含了北京卓裕英才文化有限公司 刘先生又联系了天使会成长方案协议上负责对接的钱老师 我是去年8月30号结束 就是9月1号就是不在公司了 那您离开之前公司还在经营吗 公司的话是在经营的 当时的话3月份左右的话 工资的话就是没有正常发了 然后的话就是出现了资金方面 公司出现了问题当时发一半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工资的话一直就拖欠着 然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工资下来 就是工资已经不正常了 但后面的话我们很多员工工资拖欠着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走了 包括走劳都仲裁这个钱都用不到 外面不是光和青春 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是光和青春的 上课的老师有没有变化 没有没有原本人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了一下 杭州卓优文化有限公司和北京卓育英才文化有限公司 都处于存续状态 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名字 但北京卓育英才文化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刘先生表示光和青春这个品牌 原本在杭州有三个小区 现在三个小区都不经营了 为了尽快拿回剩余学费 他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让他欣慰的是 经过这么一折腾 夫妻俩和儿子的关系倒是改善了不少 他本来判例期就是出外出三嘛 现在他高一了嘛 对于这个事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他说爸我们被骗了 跟你有类似招立的家长 有100多个人 涉及到金额大概有个1000多万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